接下来会碰到这个路线最重要的一段连续操作 如果你是要操作业的话 这部分请一定务必要跟上 哈喽我是乌龟 本部影片是以测试浮含镜录制 一切内容以游戏时装之后为准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未来女皇挑战 同时未来女皇造型也已经登场了 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个造型的话 别忘了要先输入我的创作的代码 感谢支持 现在赶快来看一下未来女皇挑战的内容长什么样子 这个由Queenworkers前队长Yuta14所设计的挑战 不但是用城墙排出了14的字样 而且还有排出了箭头分别指向了四个角落 他这是在暗示大家四个角落 他都有摆放了一座电塔 搭配了几个骷髏陷阱 再加上旋风陷阱以及收空地雷 大家要小心啊 不过陷阱都还只是小事情 这个挑战最可怕的就是他的核心火力 有一些单体火塔 投石机和高等级的女王 可能会同时搭配到狂暴塔和隐形塔来对付你 那真的是让人相当的难受 给的部队配置我觉得很明显 就是要我们来练习天女啊 工程机器是给的专地机 里面是有三只冰人 这个挑战的确是蛮难的 最后我用了一个我觉得成功率还蛮高的路线来完成它 如果你还无法通过挑战或是14本以下的玩家 可以抄作业试看看这个连我的技术都能够驾驭的路线哦 好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吧 4点的外侧下一只隐秘哥布林 等一下他们引出援军 靠近3点的位置下女王把电塔探出来 跟上了天使还有守护者学徒 这个天使不能靠近太右边不然会吃到黑炸 12点钟下午神处理电塔 6点跟9点各下一颗气球探出了电塔还有旋风陷阱之后 在1点的位置下3只隐秘哥布林 8点下1只隐秘哥布林 让他们来处理掉两侧的圣水罐以及金库 6点跟9点的旋风吹完了之后 再各补一颗气球来把电塔处理掉 6点的电塔其实是有机会让碳陷阱的气球就把它拆掉的 不过影响不大 反正再补一颗球一样是拆得掉 女王在靠近3点的这个角落处理完电塔之后 现在正在处理援军超级野猪以及两只冰人 打完了两只冰人之后 我们帮忙拆圣水罐的3只隐秘哥布林 以及5神也走过来了 这时候丢下一罐狂暴 让所有的部队从2点的这个缺口往阵型的里面冲 接下来会碰到这个路线最重要的一段连续操作 如果你是要操作业的话 这部分请一定务必要跟上 这边我先暂停一下 等等女王会走进去被单体火塔黏到 当你的女王一倍火塔黏到 请不要迟疑 马上连续做这三个动作 第一丢隐形给天女 第二从外侧下钻地机进来 第三再丢一罐狂暴给天女 记好了吗 一倍火塔黏到就是隐形钻地机狂暴 好我们先来继续看下去 女王走进去被火塔黏上了 下隐形下钻地机丢狂暴 这个时候顺利的话就可以打掉单体火塔 以及一座投石机再来处理对方的女王 钻地机也同时钻到了阵型的最核心去了 接下来钻地机解体了之后 里面的冰人会帮我们的天女 连续的动住对方的大本营 趁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丢一罐狂暴 或者是直接打开女王的技能 来赶快趁着这几个冰人会冻住大本营的时候 把大本营给拆掉 这里我是选择丢了一罐狂暴 让女王的技能留在身上 现在女王的血量 哎呦不错 这次的走位是有绕出来准备要打这个X弩的 那这样子的话进攻会顺利一些 如果你的天女走位是一直留在阵型的中间 那这只X弩可能会留到最后才来处理 现在女王的技能还在身上 我即将要去面对到对方的女王了 这里选择开技能 赶快召唤出够多的小弓箭手 希望这些小弓箭手赶快往前走 这样子还可以帮我的女王扛到下一座单体火塔 没有错啊 的确是有帮忙扛到了 但是好像还没扛完 就让我的女王又被单体火塔给黏上了 所以这里选择下一罐隐形 救一下我的女王 接下来下一罐骷髅 在最后的一座单体火塔的头上 帮我的天女争取时间 赶快来打掉这座火塔 这个路线我是没有很仔细的去算过 但是我想应该打的有超过100场了 之所以会说能够让大家抄作业 是因为基本上走位不会有太大的意外 而且你看我这场示范都还有剩下部队与法术 如果你在整个进攻期间 就算碰到各种走位意外 与天女危机的时候 也都还有足够的冰冻与隐形可以救 也都还有杀手或者是毒药处理防守女王 胖子或野猪也能够适当的帮忙扛住防御塔的伤害 所以我想应该是成功率挺高的一个方式啊 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未来女皇挑战关卡的参考通关路线 这次挑战我一样会送出一个 最秀通关的黄金通行证 给剩下最多单位完成挑战的人 详细的说明请直接看现在画面上的参加方式 我等不及要看到令人傻眼的极限最秀通关了 如果你有觉得更稳定的通关方式的话 也欢迎留言跟我说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一次的挑战关卡再见啦 拜拜